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第七条 邪恶阴险与诡诈 三 法利塞人的邪恶之处表现在哪里? 咱们先从法利塞人对待神所道成的肉身这事开始讲起 你们可能就听得明白一些 提到神所道成的肉身 就得先讲一下2000年前神道成肉身时 神的肉身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什么样的背景之下 首先 主耶稣并没有出生豪门 他的家族并不是那么显赫 他的养父约瑟是一个木匠 母亲玛利亚是一个普通的信徒 父母的身份还有社会地位 代表了主耶稣所出生的家庭背景 很显然 主耶稣是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 什么叫平民? 就是普通老百姓 是社会底层平常普通的一户人家 谈不上名门望族 也跟地位显赫 丝毫不挂钩 更不是贵族 出生普通家庭 父母也都是普通人 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 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 很显然 主耶稣所出生的背景和家庭 是再普通不过的了 那圣经中记载的 主耶稣所接受的教育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有没有接受过神学院的教育? 有没有接受过大祭司的培训? 有没有像保罗一样读过很多书? 有没有与社会名流 与犹太教的大祭司 有过亲密接触交往? 没有 看主耶稣出生家庭的社会地位 就知道了 主耶稣是不会接触到 犹太教上层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 他的生活范围 基本上是在普通的犹太人中间 偶尔去一下教堂 接触的都是平民百姓 这就说明什么? 在主耶稣的成长过程中 在他正式担当工作之前 他成长的背景始终是没有变的 并没有从十二岁以后就开始家庭兴旺 变成富豪了 更没有机会跟社会上层或者宗教界的上层人物接触 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这给后人一个什么信息呢? 神所道成的肉身 这个普通正常的人 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 他与普通人一样 生活在普通的社会环境之下 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之中 哪方面都不特殊 正是因为这样 那些文士法利赛人 听到主耶稣所讲的道所做的事之后 才敢站起来公然地论断 亵渎定罪 他们这么定罪是根据什么呢? 毫无疑问的 就是根据旧约圣经的那些律法规条 首先 主耶稣带领门徒不守安息日 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仍旧做工 另外 他也不守律法规条 不去圣殿 还有 看到犯罪的人 有些人问他怎么处理 他也没有按照律法处理 而是对他们施以怜悯 主耶稣所做的方方面面的这些事 不合乎法利赛人的宗教观念 因着他们不喜爱真理而仇恨主耶稣 他们就抓主耶稣 违背律法的把柄竭力定罪主耶稣 并且定义要把主耶稣致死 如果主耶稣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大家族之中 接受高等教育 再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有亲密的来往 那主耶稣当时的境遇 就不是后来所发生的那样了 就有可能改变 正是因为他的普通 他的正常 也因为他的出生背景 而被法利赛人定了罪 他们定罪主耶稣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他们所掌握的 他们认为千古都不变的那些规条律例 法利赛人把他们所掌握的那些神学理论 当成一种知识 当成一种衡量人定罪人的工具 甚至把它用在了主耶稣身上 主耶稣就这样被定罪了 他们衡量一个人 对待一个人 从来不根据这个人的实质 也不根据他所讲的道 是不是真理 更不根据他说话的源头 是来自哪里 只根据他们所掌握的 旧约圣经的规条 自具道理来衡量定罪 虽然他们心里知道 主耶稣所说的 所做的都不是犯罪 也没有违背律法 但他们还是要定主耶稣的罪 就是因为主耶稣所发表的那些真理 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 让许多人都跟随主称颂主 法利赛人就越发地仇恨他 甚至想除掉他 他们不承认主耶稣 就是弥赛亚的到来 也不承认主耶稣所说的有真理 更不承认主耶稣所做的 是合乎真理的 他们论断主耶稣说健忘的话 靠着鬼王赶鬼 能给主耶稣安上这几个罪名 说明他们心里对主耶稣 该有多么仇恨 所以他们就竭力否认 主耶稣是神差派的 是神的儿子 是弥赛亚 他们的意思是 神能这么做事吗 神要是道成肉身 那得出生在地位显赫的家族里 另外 他得接受文士 法利赛人的培训 还得系统地研读圣经 掌握圣经知识 具备了圣经的全部知识之后 才能担当起道成肉身这个称呼 但主耶稣不具备这些知识 他们就定罪主耶稣 说 一方面 你不具备这个资格 你不可能是神 另一方面 你不具备这些圣经知识 你就做不了神的工作 你更不能是神 还有一方面 你做工作不能出圣殿 你现在不在圣殿里做工 总在那些罪人中间 那你做的工作 就超出圣经的范围了 你就更不能是神了 法利赛人这些定罪的根据 是从哪来的 是从圣经里 也是从人的头脑里 从人所接受的神学教育里来的 因为他们被观念 想象知识充满了 他们认为 这些知识就是对的 就是真理 就是根据 无论什么时候 神都不能违背这些做工 他们寻不寻求真理 不寻求 他们寻求的是什么 是超然的神 是灵体显现 所以他们就凭着人的观念 想象知识 来定归神的做工 否认神的做工 来衡量神的对错 这样做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不但定罪了神的做工 还把道成肉身的神 定在了十字架上 这就是他们凭观念 想象知识衡量神 带来的后果 也是他们的邪恶之处 从法利赛人 崇尚知识学问 这世上看 法利赛人的邪恶之处 是什么 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怎么挖掘几仆 这类人的邪恶本性 这事都知道了 不用细讲 那这里他所流露的 邪恶本性到底是什么 怎么能几仆看透 这类人的邪恶本性 谁说说 他们用理论知识 去对抗神的实质 这是他们邪恶的 一个表现 对抗这是一个动作 那他为什么对抗呢 这个对抗带点凶恶的性情 还没说到邪恶 他为什么对抗 这里面有没有他喜欢 或者不喜欢的事啊 他不喜欢这样的神 他认为 神应该在天上 而且是在三层天上 是人都敬仰的 是人都够不上的 也是人难测的 是所有的人类 所有的受造之物 甚至宇宙当中 所有的活物 都得去仰视的 那才是神呢 如今神来了 但出生在一个木匠家里 你父母就是个普通人 你还生在马棚里 出生的背景 都不只是平常了 比平常比普通还低一级 这怎么能让人接受呢 真要是神来了 也不能这么来呀 人是不是都这么定规的 人都这样定规 其实他们心里也隐隐约约的感觉 主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主耶稣所说的话都对 人所论断他的那几样罪 其实不符合事实 主耶稣能给人医病赶鬼 他所讲的道 所说的话 没有能挑出毛病 抓住把柄的 但他们还是接受不了 还在心里质疑 难道神就是这样的吗 神在天上那么高大 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就应该更高大 应该万人敬仰 出入于名门望族之间 说话出口成章 而且从来不流露半点 人性的缺点与软弱 还有 他首先应该用他的知识学问 用他的本领 把这些在圣殿中的神职人员 折服了 应该先得到这些人 这才是神的心意 对于主耶稣所做的 他们不买账 也不想接受 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这也不要紧 他们内心深处 还有一样最致命的东西 就是如果这样的人是神 那他们每一个神职人员 就都能当神了 都比神还像神 都比主耶稣更称职做基督 这是不是麻烦了 他们在定罪主耶稣的同时 也在对抗藐视神此次 道成肉身所选择的 与肉身有关的 方方面面的背景 现在还没有讲到 法利赛人的邪恶之处在哪里 咱们接着交通 神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普通的人 就是神从一个高大的 凌驾于万有之上的形象 或者身份地位 屈身降卑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他成为普通人的时候 没有选择显赫富贵的家族 他出生的背景很平常 甚至很寒酸 如果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 一个有良心 有理性 有人性的人的角度上 来看这事的话 神所做的这一切 是值得人敬仰爱戴的 人应该怎么对待呢 神从高大的身份降卑成为一个 再普通不过的人 这个事实 作为一个普通正常的人 一个跟随神的人 应该赞美神的可爱 神的卑微隐藏太可爱了 这是任何一个败坏的人 或者魔鬼撒旦都做不到的 那这是正面事物 还是反面事物 正面事物 这个正面事物 这一现象 这一事实 恰恰说明了什么 神的卑微隐藏 神的可亲可爱 还有一个事实 就是神是爱人的 神的爱是真实的 不是虚假的 神的爱不是一句空话 不是一个口号 也不是一个假象 而是实实在在的 是一个事实 神亲自道成肉身 忍受人类的误解 还有绩效 毁谤 亵渎 他降悲成为一个普通的人 外表不高大 也没有特殊的才能 更没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学问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以这种身份 以人最容易接近的人性外表 来靠近他所要拣选拯救的人 神所做的这一切 是不是神所付的代价 那这个代价 有没有人能做到 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打个比方 有的女人特别爱美 总化妆 不化妆不出门 你让他卸了妆 素颜出门 或者上台露脸 他能不能做到 他做不到 这还没人羞辱他呢 就是素颜出门 他就做不到 这点面子 这点肉体利益 他都舍不掉 那神呢 神降悲成为一个最普通的人 出生在社会底层的时候 神舍掉的是什么 舍掉的是他的尊严 那这个尊严 神为什么能舍掉呢 是为了爱人 为了拯救人 这流露的是神的性情 那怎么涉及到 失掉尊严了呢 应该怎么看这事 有人说 神失掉什么尊严了 你倒成肉身 不还是神的身份吗 不还是有人跟随你 听你讲道吗 你做的还是 神自己的工作呀 失掉什么尊严呢 这个失掉尊严 包括几方面 一方面 神做这一切的出发点 是为了人 但是人能不能理解 就连跟随他的人 也不理解 这个不理解里有什么 有误解 曲解 还有一些人 异样藐视的眼光 神在灵界 在万物期间 所有的人类 都在神的脚下 现在神道成肉身了 就等于是 与人平等地生活 在同一个环境之下 他要面对人类的 讥笑 毁谤 误解 冷嘲 热讽 还有观念 敌对 论断 他得面对这些 面对这些的时候 你们说神还有尊严吗 按照神的身份 不应该遭受这些 人对神 不应该有这些对待法 神不应该承受这些 这不是神应该承受的 但是神道成肉身的时候 必须承受 这些他都得承受 一样都少不了 败坏的人类 对天上的神 还能说许多好听的话 但对道成肉身的神 就不放在眼里 他认为 道成肉身的神 这么普通正常 也没有什么能耐 看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他是什么话都敢说呀 当涉及到他利益的时候 触及到他脸面的时候 他什么论断定罪的话 都敢说 所以说 神道成肉身的时候 虽然神与人相处 与败坏的人类在一起 他有这个地位 他享有这样的身份 但事实上 他同时也要忍受 因着他的身份 所给他带来的种种屈辱 尊严都没有了 这就是神首先要忍受的 就是面对败坏人类 对他所做的一切 误解 误解 怀疑 试探 悖逆 论断 欺骗等等 他都要忍受 这就是他所失掉的尊严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道成肉身与灵 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这话对不对 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有一方面 肉身永远代替不了灵 就是肉身受很多功能的限制 比如灵能穿越空间 不受时间 气候 各种环境的影响 无处不在 而肉身就受这些限制 那神的尊严受到什么损失了 在这世上有什么难处 神本身就有这个能力 但是因为受肉身的限制 在做工期间 他得老老实实地 安安静静地 安安分分地守住 这个肉身的工作 直到把工作做完 在肉身做工期间 人所看到的 人的观念当中 能领会到的神 就是眼睛能看到的这个肉身 那在人的想象观念当中 神的高大 神的全能 神的智慧 甚至神的权柄 是不是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很大程度上 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这个局限是怎么造成的 是因着道成肉身造成的 可以说是肉身给神自己本身造成的一种困扰 当然困扰这个词放在这儿说 有点不太恰当 但是这么说也算是合适 只能这么说 这个困扰对人认识神 对人与神真实的相处交往 达到爱神 顺服神 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 这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只要看到过神的肉身的人 只要与神的肉身打过交道的人 只要曾经听到过神的肉身说话的人 也可能在他们这一生当中 神的形象 神的智慧 神的实质 神的性情 就永远停留在 人在这个肉身身上 所认识到的 看到的 认知到的 这对神是不公平的 是不是这样 对神是不公平的 那神为什么还这么做呢 因为只有道成肉身这种方式 最能达到 神洁净人拯救人的最佳果效 神就选择了这条路 道成肉身与人面对面 生活在人中间 让人听到他的说话 让人看到他的一举一动 让人看到他的性情 甚至性格 甚至他的喜怒哀乐 即使这个性情 这个喜怒哀乐 让人看到 能产生观念 影响人认识神的实质 使人的认识受到局限 但神宁可被人误解 也要选择这个方式 来达到拯救人的最佳果效 所以说 从人认识神的本来面目 神真实的身份 地位实质这个角度来看 神舍掉了他的尊严 可不可以这么说 这是从这个角度上说 你们仔细揣摩揣摩 神所付出的 所做的方方面面 就人能明白的 有没有一样 是于法利赛人 与狄基督所讲的 那些理论口号 是相对等的 没有一样 比如 法利赛人说 神是尊贵的 他对这个尊贵 是怎么理解的 在他眼中 神的尊贵 应该怎么兑现 就是高大上 神是尊贵的 神就这么尊贵 这是不是道理 他认为 神的尊贵是什么呢 就是神来到人间 就得地位显赫 知识才干拔尖 能力拔尖 口才一流 长相也是一流 上等的 他所认为的 那个尊贵是什么 是人能看到的 那个尊贵 是不是撒旦做的 神才不那么做呢 你看 神拣选的这些 神的选民 都是哪一类人 再看看 撒旦世界的 除类拔萃的精英 都是什么人 这样对比一下 你就知道 神拯救什么人了 也知道哪类人 是不能蒙拯救的了 那些特别狂妄自恃 有恩赐才干的人 都是最不容易 接受真理的 他们说话充满了知识 极有口才 让人崇拜仰望 但是他们的致命处是 不能接受真理 而且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 这就决定了 他们走的是灭亡的路 再说说神选民 都没有特别的恩赐才干 但能接受真理 能顺服神 能放弃名利地位 跟随神 甘心尽本分 这才是蒙神拯救的人 外邦人所崇拜的 都是什么人 都是崇拜高级知识分子 崇拜家族地位显赫的人 论恩赐特长家族地位 这些咱们都没有 咱们是一样的 你们怎么看这是 神不做这样的事 就这么简单吗 神为什么不这样安排 这里面就有神的心意 因为神安排人 出生在什么家庭 能学到什么知识 这一切太容易了 神能不能这样做 太能了 那神为什么没有安排咱们 生在富贵显赫的家庭呢 这就是神的可爱之处 这就是神实质的流露 明白真理的人 才能看透这事 神道成入身之后 无论人的观念有多大 神做工遇到的难处有多大 受到的拦阻有多大 受到的讥笑 毁谤有多大 也无论他这样 道成肉身之后 他的尊严丢掉多少 他在乎吗 不在乎 那他在乎的是什么 你们如果能明白这一点 就真知道神是可爱的了 那神在乎的是什么 神下这么大功夫 付出这个代价 他的良苦用心是什么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神拣选的这般人 能够更好地认识神 能够通过神所道成的肉身 更好地与神接触 然后对神有真实的认识 对神有认识 这么说这对神还是挺有利的 神付了这么多代价 就是为了这一个目标 对不对 神苦苦做了六千年的工作 就是为了让人认识神吗 你们说神造了人之后 人类远离神跟随撒旦 人活着都像活鬼一样 最高兴的是谁 撒旦 受害者是谁 人 那最难过的又是谁 神 你们是不是最难过的 不是 其实人都看不透这些事 人自己不知道 活成啥样就是啥样 你让他实行真理 他也不觉得怎么好 他就一个劲地凭观念想象活着 一直背逆身 最难过最痛心的 其实是神 神造了人类 这个人类的生存现状怎么样 生活得好不好 你们说神关不关心 最关心的是神 也可能当事人不觉得怎么样 人自己其实不懂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一百年前的人类是这样 现在的人类还是这样 一代一代的繁衍 一代一代这么生活着 有的日子过得好 有的过得差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一代一代的人来了 穿不同的衣服 吃的饭时都一样 只是社会结构制度 一点一点的变化 不知不觉走到了现在 人有知觉吗 人没有知觉 那最有知觉的是谁 对这事最挂心的是神 让神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 神造的人生活得怎么样 人生活的现状是怎样的 生活得好不好 人吃什么穿什么 人的未来怎么样 人心里每天都想什么 如果人每天想的都是恶 都是怎么改变 违背自然规律 怎么与上天斗 怎么随从世界邪恶潮流 神看着心里好不好受 不好受 那神看着不好受就完事了 他是不是得做事啊 他得想办法能让这些人活得好 让他们明白做人的道理 让他们知道敬拜神 直到顺服一切的自然规律 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这样人就活得像个人一样了 神就放心了 神即便离开这些人 这些人也能正常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不受撒旦的苦害 这是神的心意 那撒旦看见人都能顺服神了 都能活出人样了 撒旦就彻底蒙羞失败了 就彻底把这些人放弃了 再不搭理了 那撒旦关心什么人呢 他只关心那些信神 不追求真理的人 不读神的话 也不祷告神的人 尽本分三心二意的人 总想搞对象成家立业的人 他想把这些人勾引迷惑到远离神 不尽本分背叛神 被神淘汰 他就彻底高兴了 你越不追求真理 他越高兴 你越追求名利地位 他越高兴 你尽本分 越应付糊弄 他越高兴 你远离背叛神 他就更高兴了 这是不是撒旦的心理呀 狄基督的心理 是不是这样 数撒旦种类的 都是这样的心理 他们看见谁 不好好信神 就想勾引 看见谁注重学知识 追求名利地位 就想勾引 看见谁尽本分 不务正业 就想勾引 他们见到这样的人 就有共同语言 到一起话也多 畅所欲言 没有顾忌 那看到这些人 不追求真理 神是什么心情 神心里着急呀 所以说 神所付的这一切代价的起因 是什么 是因着他对人类的牵挂 眷顾 还有担忧而有的 神心里对人 有这些牵挂 眷顾 还有担忧 因着神对人 有这样的态度 然后产生了 神一步一步的工作 无论在人看 神是卑微隐藏也好 神怎样真实爱人也好 或者神是信实也好 神是伟大也好 在神那儿 神认为 这一切的代价是值得的 是能有回报的 这个回报指什么 就是他心里所担忧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他心里所牵挂的这些人 能按照他的心意 按照他所教导的 他所指引的方式方向活着了 这些人 不再受撒旦的败坏 不再活在痛苦之中了 神的担忧就没有了 神就放心了 那神所做的这一切 无论神的出发点是什么 无论神的计划 是大是小 这一切是不是都是正面事物 都是正面事物 无论神做工的方式 在人看是否起眼 值不值得一提 无论神审判人 拯救人这个做工方式 人怎么论断 就神所做的 所能付的这一切代价来看 神是不是值得称颂的 那神到底是伟大还是渺小 太伟大了 人类中间没有一个人 能付这样的代价 有人说 人类中间母爱最伟大 母爱有这个伟大吗 一般儿女独立 过自己的日子后 能过得去就不管了 其实想管也管不了 那神对待这个人类呢 忍了几千年了 神忍耐六千年了 到现在也没有放弃 就为了那点担忧 就为了那点牵挂 神就付这么大代价 这么大的代价 在法利赛人 在这些敌基督的眼中 被看成什么 被他们定罪 被他们论断 甚至被他们亵渡 从这一点来看 这些敌基督的本性 是不是邪恶的 神做得这么值得人 称颂的事 神这么值得人赞美的实质 与神的所有所事 他们不但不赞美 还用各种借口 各种理论 定罪论断 甚至拒绝承认 他是基督 这些人是不是可恨 他们是不是邪恶的 从他们这个邪恶的 表现上来看 他们是不是崇拜知识学问 是不是崇拜全世地位 越正面的事 越值得人称颂 纪念传扬的事 越被敌基督定罪 这就是敌基督 邪恶本性的一方面流露 这就不得不说 敌基督的邪恶程度 超出了一般的 有败坏性情的人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